如果你是搭捷運來看玫瑰展的話 應該是從捷運圓山站下車 然後從圓山園區走到美術館園區 再走到新生園區 那這邊就是濱江街跟新生北路交叉口 那這樣子走過來 看到這個白色建築物 然後繼續往這邊走 那這樣子走 那你會看到有一個帳篷 那我們走過去看一下 那這樣一直走一直走 走過去的話 那邊有一個更大的棚子 出現一個長條棚子 然後這一棵榮樹的後面 有一個打卡點 有沒有看到打卡點 這邊有一些人形的牌子在做 像跳舞一樣跳芭蕾舞 我最常介紹的歐式小花園 就是這個旅人礁 這後方就是我最常介紹的歐式小花園 裡面很多很多不一樣的花 然後這條路這樣直直走過來的話 這邊走過去直直這一排的話 就是那個樹玫瑰 其實右邊這些比較高的都是樹玫瑰了 這是樹玫瑰區 那如果你喜歡可以點閱我樹玫瑰的介紹 哈囉大家好 我是喜歡香草熱愛田園生活的尼克 在觀賞我的影片之前 請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喔 那剛剛啊 我去周圍走了一下 這邊是花博公園新生園區 因為啊 我想說要不要帶媽媽過來走走 但是媽媽年紀大了 行動不變 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無障礙設施 那原則上的話 從那個賓江街的停車的格子走過來的話 這邊的話可以推輪椅 然後還有無障礙的廁所 然後幾個主要的玫瑰展的園區的話 都是可以推輪椅 所以還不錯 唯一就只有一個歐式小花園 可能沒辦法推輪椅 哇 這樣好像一顆盆景喔 其實它已經超過一層樓高了喔 這是一顆超大的榮樹 這邊是花博公園新生園區 老人最適合了 因為他心情會很愉快 那但是要有優良的這個無障礙空間 就要從這邊進來 這邊是冰江街 然後左側啊 左側就是有一個無障礙的廁所 因為像媽媽年紀大又失智的話啊 其實第一個會常常想尿尿 再來就是尿尿的地方要安全一點 他可能要有人陪伴 那無障礙空間的話 其實就很適合他 像這裡有一個無障礙的廁所 記得如果帶長輩啊 行動不便啊 老人家來這邊的話 可以從這邊 而且你只要是非假日來的話 冰江街這一區的停車格還蠻好停的 那這樣子 而且平日人比較少 然後現在疫情關係也比較不會群聚 是最適合的 來看玫瑰展的話 我看過周邊的無障礙設備的話 原則上還OK 那你記得挑平日來人比較少 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你分享與訂閱我的頻道 一起享受香草與田園生活的美好 掰掰 我們來看嘛 各位網站 如果我們有來看 說明記得要收藏 拍過 完整的影片 這樣嗎 請抱貼 我們可以看看 如果我們可以 匯癸 谢谢大家